接到一個自稱 它是網路賣家的詐騙集團的電話 結果接起來發現口音不對 而且我這個人本身 很少在網路上買東西 所以我這個小聰明馬上就知道了 所以我就開始 把我的頻道就改變了 我就說先生不好意思 因為我就開始跟他聊 就是聊說我好像 因為好像最近社會滿亂的 就說詐騙集團這麼多 我說那我問幾個問題 你回答我好了 因為我怕遇到詐騙集團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就回答我這樣子 他說請問我買了什麼東西 他說你買了手機 什麼 我說沒有 我花12萬怎麼買一支手機 他說沒有啦 這個我可能再查一下資料 我說好… 不過… 我就問他說 因為我怕遇到詐騙集團 所以就說 我就用一個通關密語 我們那時候就是有 說到一個通關密語你還記得嗎 我說那我說上臉 你說下臉這樣子 我就說 天真歲月 人真壽 然後他說 下一句是什麼 他說 大哥你別鬧了我不知道 我說對 就是這一句 大哥你別鬧了 我不知道 所以他猜對了 他猜對了 所以我就說好 接下來 等一下我要匯款 可是我這邊有點不太方便 他說為什麼不太方便 因為我就說 我現在是在飛機上 我現在是要從那個布里斯本 就是飛往墨爾本 我就在飛機上 布里斯本 他說那該怎麼辦 那現在我這個瑞士銀行的那個 就是 我就開始跟他吼爛一大堆 然後他自信以為則 我就說什麼 真的很閒 大賀 不是 人家講說他都接到了 我就說 可是我現在跟你講 那個是衛星電話 如果沒記錯的話 一秒鐘是52塊這樣子 他就馬上就掛掉了 他馬上就掛掉了 不過沒關係 因為之後我就 這件事情我就跟我朋友講 那就是他們也是有 如法炮製這些事情這樣子 對 大家也做過類似這種 惡疹的事情嗎 大飛 對 之前朋友們也有做過這種事 他一接到他就掀開擴音 他說 這詐病人要掀開擴音 然後開完之後他就說 他說 你怎麼那麼久 就也是一樣超不同 不是台灣人的口音 他說你怎麼那麼久沒有打給我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是誰 他說我是小如 我朋友就說 陳毅如 你不是已經過世了嗎 然後就 然後最後一次他先愣了一秒 他說 沒有 我差一點 然後我問他就說 我問他就說 我差一點 好幽默 對 他說這種事情也可以差一點 對 他說這種事情也可以差一點 然後他說 好 那怎麼樣 你打給我怎麼樣 他說你在哪 我們約吃飯 我說 然後我朋友就說 好啊…約吃飯可以 那你欠我的錢可以還我了吧 你有帶在身上對不對 然後他說 有…我剛好今天有帶 超票都準備好了 然後我朋友就說 然後他就說 對 我剛好有帶 然後我朋友就說 好 那你在哪 我去找你 我朋友就說 他就說 我在東區 然後我說 我朋友說 剛好我也在東區耶 那我去找你好了 然後他就說 沒有 我剛離開 然後他就說 你也太快了吧 然後就一直這樣來來回回 搞得我們好像在詐騙集團 他就掛電話 是 大概在很有空耶 ERICA 你也這麼調皮喔 有啊 有一次我是剛好 跟我朋友去唱KTV 剛好那個詐騙集團 電話打來 也是說網拍要退款給我 然後要給他帳號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我一陣子沒有上網 沒有買網拍啦 然後剛好 因為我在KTV 然後本人我唱歌 不是很好聽 所以我個人就 唱一首歌給他聽 那一段 對 你就唱歌給他聽啊 我就唱什麼歌 我唱阿林的十戀無罪 那一段 十戀無罪 來,一下,預備 真的、假的 我唱歌不好聽耶 沒關係,我們很想 好啊 我們相信,來 我相信 我相信 要嗎 先不要好… 好喔 我覺得你歌聲雖然不太好聽 沒有 其他另外一個地方 好 很有進步的空間 買圖用視訊 買圖用視訊 哇,這一輩子重新改邪歸正 真的 好喔 要問一下我們的場景觀 就是說 詐騙集團他們究竟是怎麼偵才的呢 其實喔 基本上來講 不會這麼公然的偵才 為什麼 因為 詐騙集團它本身也必須要有信任度 互信度 那有一種 會偵才 就是所謂的車手組 車手組 車手啦 車手 車手的意思就是 你要出面去跟人家拿錢的 或者是你要出面去提款機領錢 去跑銀行領錢的 這一種的 我們會在網頁的求職欄裡面看到 就是希望你能夠 比方說 你能夠爭 打工 無經驗可 免面談 然後呢 這個 一天 一千 一千元 然後 另外還可以 照業績抽三趴 好 那就有一位大學生他就去應徵了 然後我覺得說 那有換你好康 他就只要每天中午的十二點到下午三點 然後把手上的提款卡去ATM把錢領出來 再跑到銀行去把錢存進去 這樣子工作就完成了 然後領了 比方我們舉個例子抽三趴嘛 那一百塊他就抽三趴 那如果拿到的四十萬就多少了 三千四十萬 對 就另外他的收入了 這就是他另外的收入 那另外還有一種是 四十萬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那個 歐巴桑媽媽他也上求職網 然後他上求職網的時候呢 他發現就後來有一個 所謂的運動賭的那種網站 就跟他說我們也在徵求 因為我們是做那種期貨交易的 我們需要帳簿來做轉帳 那你可不可以 提供你的存折給我們用 一本簿子 兩萬塊一個月 所以使用一個月的話 那就有兩萬塊 他就一口氣提供了五本 他覺得 很好賺啊 很好賺對不對 結果後來沒有想到 就是很快就變成了警示帳戶 因為歹徒利用了他的存折說 他比方說他跟某一位先生騙說 你現在設定分歧 你要趕快去做帳戶處理 我給你一組帳號 就是給歐巴桑的帳號啊 所以後來那個被騙了 人家去報案以後 我們警方去做警示帳戶的時候 就查到了這個歐巴桑 他提供帳簿 好 接下來看一下我們第二個 這個二層事件部是 台語歐巴桑 台圖無耍手 是這個賣錢 這是我的 他到時候他就一打電話給我 然後他的口音一聽就知道有問題 他就說 先生 恭喜您做五十萬 就是他的口氣就一聽知道 就是不是我們台灣的 然後我想說 我就講台語好了 我就跟他說 我說這麼假 我說五十萬 我說你是打電話公司的啊 然後他也跟我說 先生 您可以說普通話嗎 我說你說什麼 然後每天總是跟他講我都是講台語 然後就跟我講說 先生方便給我您的地址 還有寄那個給我這樣 我就說好 你給他寫台灣省 彰化線園林鎮 長頸路 他說先生你可別開玩笑了吧 我說不了 我給你我另外一個 另外我們家的那個另外一個地址 我說你給他寫也是園林鎮 你前面都不要改喔 高速公路 然後就高速公路 我還聽他問旁邊人說 有這種路嗎 我就說我們家前面 就是高速公路啊 車子都跑好快喔 他就答應 好愛玩喔 他就講我就答應 我還沒講完 我沒有跟你說我住幾樓啊 他就說那先生您是幾樓 我就說我就123樓 台灣最高的不就是101 我說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他就覺得我是神經病 他就說你是來開玩笑吧 我說那你要不要好好的做人 我就馬上就用 很教育他的方式跟他講 我已經開導他 本來就是剛開始 是要先讓他注意到我這個人 然後之後就是用認真的心態 然後跟他說 這樣換個工作不要這樣 我說你這樣做你快樂嗎 你騙人家的錢你得到了什麼 我說你有沒有同理心 就是我就教育他 不過就是我就有發現 現在的那個很多人都喜歡詐騙 就是都會譬如說 再跟歹徒講話講一講 然後之後其實很多人都會反擊 我有一個那個檔案可以 好 聽一下… 還錄下來看這個人多張